今天要去狗场帮客户挑一只巴哥 狗场距离比较远 离我这边有80公里 来回160公里了 大概得三四个小时才能回来 现在出发 今天要去拿着这只狗 客户定了差不多也快一个月了 它是过年之前找了我 当时非常的着急 它是想过年的时候带回家 相当于送给家人的一个礼物 或者是说惊喜 本来留给我找狗的时间就不是很充足 另外客户又非常的挑剔 当时给它找了好几个狗场的 然后也找了挺多的狗给它看 但是它就只要攻的巴哥 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了 基本上看来看去 母的比较多 攻的很少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客户要攻的只有母的 客户要母的就只有攻的 很烦人了 再加上挑了几只工的 要么他就是看不上不喜欢 要么就嫌价格太高了 要么就是年龄不合适 最后搞来搞去的也没有看中 也没有挑好 再加上这个客户 他是开大货车的司机 他一开车的时候 他就不能回消息 也不能看手机 所以有时候给他发个信息 给他挑好狗了 拍个视频 发回去 半天都不回话 后来他就让他的儿子 直接跟我联系了 他儿子也是对那几只狗 我帮他找了几只狗 做了比较 最后还是看中了这一只 他们父子俩都看中这一只 但是呢 这只狗当时就比较小 还没有满月 但是他对时间的要求 又比较紧张 一定要过年的时候 把狗接走 我就跟他说 你要是说过年的时候 想要这只狗的话 我是办不到的 因为太小了 一个月的小狗 你到家里面也养不活 要么呢 你就等 等这只狗 最少呢 打完一针一秒 然后能出窝的时候 你能给他喂养 喂活的时候 你再把他抱走 要么呢 我就再重新给你找合适的 年龄差 年龄合适的 反正这个狗不能给你 最终 他还是妥协的吧 毕竟 能看中一只品项 喜欢 价格也合适的狗 等一段时间 他也愿意等 就是现在 一直等到过完年之后 今天是出九了 出九 这只狗呢 他就 明天 就过来 自己就接走了 他是安徽素州的 像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徐州的 徐州跟 就是说属于江苏嘛 他跟山东 跟安徽 属于三省交界的地方 这只狗呢 是我从山东 济宁 那边一个狗场 帮他找的 我就相当于在中间 他呢 是属于安徽素州 所以我就 帮他把这只狗 接到我家 然后 明天呢 他到我家里面 来把这只狗带走 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人不理解的 就是为什么 帮客户找狗 就一定要收定金 他们的想法是 我还没有看到狗呢 我还没有看中呢 你就让我给你付定金 如果说我挑不中 我不喜欢 那么定金又不退 这怎么办 我也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 毕竟我们买东西的话 肯定是要 不说货币参加 可能也是要看到东西以后 觉得合适了 喜欢了才会买 在没有看到的情况下 就付定金 这个也是 但是人家不愿意 也能够理解 但我干这一行 为什么非得收定金呢 就是因为 我要留住客户 对吧 这个我可以帮你去找 可以帮你去挑 但是 我付出了 是吧 时间 付出了精力 甚至我付出了金钱 是吧 然后我 我开了开车 到各个狗场 大家不要觉得 狗场就很近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 它不是说像一个超市一样的 满大街都有的 可能找一个狗 要跑很远的地方 去给客户挑 我花了时间 花了精力 花了钱 然后到最后 你跟我说 你不要了 这个 这个说实话 我也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为了能够留住客户 你哪怕付很少的定金 我去帮你找 直到找到你满意为止 不能说 我就 你付了钱 我就能拿捏你了 就能把你怎么怎么样了 就随便给你个狗 就非得卖给你 并不是这样子 咱就是帮你找 一直找到满意为止 像大部分的客户 都是不想付定金 不愿意付定金的 毕竟对我的信任度 还没有达到 那也没关系 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 反正我朋友圈 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的狗 每个品种的都有 你自己去看 喜欢哪个 直接找我就行了 但是我不会特意的 专门去帮你去找一只狗 因为这样子真的是非常耗费精力的一件事情 小狗在我这边养了一夜 第二天客户过来接狗了 说实话 他从他那边到我这边也不近 也开车也一个多小时 和我去山东接狗的距离也差不多了 总体来说客户对这只狗很满意 非常的喜欢 给他交代了一下注意事项 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只狗不需要经过长途的运输 怎么说呢 反正只要客户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结果 有什么事你再给我说是吗 有什么情况 要是大戏了 或者你得把你给他 持来远 现在有时间 好的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